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识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天津卫视大型感恩互动谈话节目 你看谁来了的演播现场 欢迎大家 欢迎 也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搜谋视频 收看我们的完整节目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这位 在舞台上活跃了很多年 没错 而且也是我跟王老师的好朋友 通过一段短片先来认识今天的大来宾 土豆 就这代言 谁土豆啊 刚跟你说两遍了 咱叫猕猴套 是不一样 那可不一样 土豆没帽 猕猴套有帽 他总能给予小人物角色 不一样的生命力 持笔我不输呀 贺笔种不种 武昌 武昌也不输 虚昌种不种 月阳 月阳还不输 裸样种不种 他就是相声演员 曹随风 一名从黑土地中走出 扎根于生活 不忘初心的追梦者 今日做客 你看谁来了 他将讲述哪些最新故事 又会有哪几位好友 为他助阵呢 掌声有请大来宾 曹随风 有请大来宾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这个随风来 我们俩都特别高兴 为什么呀 这些年呢 看他一点点成长 第一次来我们节目的时候 还没上过春晚呢 正在为春晚冲刺而努力 没错 结果呢 当年就上了春晚 确实是一个特别有才华的演员 其实我觉得他早已不局限于相声演员了 没错 最近一直在拍电影 怎么要做导演了 对 没有没有没有 叫演员 监制 演员 有演员 导演 演员 这个而且他让我特别感动的是 我说你为什么老在家乡拍戏 叫谁不说啊 家乡好 哇 天哪 王导去客串了 去帮我去了 就他演得特别差吧 反正 这比我好点 就是你这话有水分 因为隋风呢是这样 他从小呢还是比较坎坷的 小的时候呢出生在农村长大 就农村长大 然后呢特别有才华 学什么像什么 唱歌唱的那一副好嗓子 后来呢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吧 我记得是哪个比赛 开心一百 对 然后呢就被呢部队的领导给看见了 是 然后就到了部队去当文艺兵 那个时候多大呀 一二十岁 就你能找到对象 是不跟这节目有点关系啊 我媳妇啊 我媳妇跟那个没啥关系 我媳妇是我 一个屋住了五六年的战友 她亲妹妹 她觉得我实在是找不来对象了 才把妹妹介绍给我 通情 对 完全是通情 这关键是 那现在比如说 看到你做得越来越好 比如说你跟你媳妇吵架了 你这大兄哥向着谁啊 向着我 这点我岳母 岳父岳母 大舅哥都向着我 你挺会做人呢 但我罢我 妈可骂我呀 哦 要一有 但当然了 我们俩从认识到现在 基本没吵过架 又感情和美 是打架 那咱们这样啊 咱们先请随风给我们唱首歌 我唱的那首歌是 《不对情怀》 叫《退伍兵都是亲兄弟》 来 我们把这首歌 《退伍兵都是亲兄弟》 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于一个园子 就当时呢 就都在锦南军区的时候 我们合作过一些作品 外表看起来 就是憨憨的话很少 然后 但是他其实是非常热情 朋友很多 我正好相反 此时此刻 三座神秘嘉宾 已分别在三个房间中准备就绪 在接下来的问答环节中 大来宾能否一猜几种顺利过关呢 你先认识哪个房间的朋友 一二三呗 一二三 来 一号房间亮灯 你可以有五次提问的机会 第一个 是男的女的 请问您是先生还是女士 你还有女性朋友呢 肯定啊 就多着呢 真的吗 你太太有可能来吗 你兄弟 当过兵吗 当过兵吗 是战友吗 对 是战友吗 亲如兄弟 战友 亲如兄弟 对 所以 他就当过兵 个儿由我威武吗 你以为你比我高吗 我猜到了 你信不信我猜到了 谁 套路 咱俩住得近吗 不近 最后一个问题了啊 你是演小品的吗 我演过 我猜到风格 为什么 因为他一句话暴露了 哪句话 你以为你比我高吗 因为我常常说我比他高一点 他经常说你以为你比我高吗 确认是吧 好 一号房间中到底是不是演员邵峰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帮我打开一号房间 看谁来了 演员邵峰是大来宾曹隋峰眼中的好大哥 二人相识几十年 早已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己 今日 邵峰前来助阵 将讲述哪些暖心故事呢 他一直认为他比我高 那到底谁高呀 好像还是有头发的高一点点 这个邵峰哥跟猕猴桃特别熟吧 我是小土豆 我的外号叫小土豆 他的外号叫猕猴桃 你们认识多少年了 隋峰今年四十几 四十七 四十四 没有四十四 他要是四十四的话 我是当兵 对 他十七岁 十八岁我认识他的 天呐 你们是一个部队吗 我们是一个部队的 我们俩有这个缘分是在哪呢 是我们两个经历非常相似 我们俩都是从十七八岁就当兵进入军营 进入军营呢 是就是普通战士 对 连队里的兵 后来呢慢慢进入到宣传队 吹事班 又到吹事班 你也在吹事班待过呀 在吹事班待过呀 你呢 都待过 也喂过猪 也这些细节我们都很相似 后来呢 经过自己的 有一点点自己的身上的有点才能 小天赋 小天赋 进入到业余演出队 我们俩都特别像 到了话剧团 以后有机会 登上了央视的大舞台 那隋丰好像是 也努力了好多年吧 对 他跟我的路子 路我们两个的走的过的道路 几乎是一样的 邵峰哥在部队 我一直是我的偶像 就是 峰哥在部队演的所有的小品 我都去模仿演过 模仿演过 对 因为那时候我在那个 参加咱们的小品大赛 我很多演的都是军事题材的嘛 对 军事题材这些小品呢 到了业余演出队 隋丰他就 但是他有改进啊 他演的比我好 没有 没有 对吗 对 他兵味足啊 他那时候就在基层啊 他这个气质也跟你不一样 他可能更容易完成那种憨憨的 对 他这两年还胖了点了 对 这两年胖了点了 我一直追着峰哥走 真的 峰哥因为峰哥是我的榜样 是我学习的榜样 是我的目标 人太好了 少峰哥 对 因为峰哥 你看峰哥当兵 我就电视上看峰哥演小品 我就去当的兵 嗯 到部队你看就想办法进演出队 一定要跟他一样 对 他怎么走 你怎么走 峰哥演的所有小品我都演过 完了到北京 峰哥去哪个小区买的房 我就跟着他一块去 那个小区买的房 你咋说不进呢 你说不进就暴露了 不是 最后一个问题暴露了 对 但其实因为呢 隋峰是非常聪明的 大头啊 大头 对 河南话打敌闹啊 对 打头打头 下鱼不臭 认者有三安有打头 他这个点言你取了没有 我取了我取两趟了呀 你取两趟 你演的啥 我演了个包丸 你演包丸呢 你演导游是吧 他一开始说 让我演男一号 你是杀青那天去的 对呀 我去了以后 对 峰哥是开机那天去的 我去了以后一看剧本 那剧本那角色叫男一号 姓男叫一号 对对对 我还知道 我这剧本我了解嘛 有没有这个 片段是吧 有 有 应该有您的片段 有王导的片段 随便找一个放一小段 对 那放一段看看 好 亲爱的优客 干点呢 有这个龙门石窟百妈寺 玄掌鼓励烫生寺 干这个河南人吃饭又命讨 甜甜离不开墨河堂 喝完糖再说唱 河南戏剧 没命要 小藏包我领料 登峰山南 你这点气了也太高吧 高我也能上 哎 对了 那俩还没有卖票吧 为啥没有您的视频 他要是问我要您的视频 那不就露馅了吗 对呀 对 没要 也不能给 因为我那段太精彩了 对 这么露了 对 刚才指着那段 他得 弄票房呢 对 票房呢 我觉得随风做一件事不容易 对 拍个电影 那不是一般人能弄了的 对 而且它是有严重的家乡情节 这个随风啊 我还真是这一点啊 也是我最爱他的 一下稍微碗一丢丢 马上就调时间 所以真的是非常感谢啊 哎 你们两位都从军营出来 那个邵峰哥一直跟我说 我唱得也不错 妹妹 你们俩能不能合唱一首 咱们军营的歌呀 随便 现场的 好 战友 战友 亲如兄弟 可明白我们相还在一起 你来自边疆 他来自内地 我们都是人民的子弟 战友 战友 这天气的城堡上 就让你同意 把我们演成一首 当天敌敌 当天敌敌 以前我的嗓子特别好 在基层部队的要求是什么 清金暴露 对 比如一喊 就这么唱 对对对对 一个一个来 那我们一连要是输给二连 那就多没面子啊 绝对不行 那不行 在你眼中风哥是什么样的人 风哥在我眼中就是个 大哥哥 好大哥 真的处处为我想 就跟我一帮好战友一样 没有我年纪大的或者 包括就是举个例子吧 我跟风哥出去 风哥啥都不让我管 吃个饭 你买单他给你生气 其实这不都很正常的事 但他不行 这是我的兄弟 对 因为你看我们俩还 房子在一个小区 户型也一样 然后风哥呢 去买个晾衣架都会买俩 就会去 然后我出差回来 他爹 因为我们家 他家的密码我也知道 我们家的密码他也知道 他说给你那个 晾衣架给你装在那阳台上了 咱俩一模一样 天哪 哥 我家也缺个晾衣架 马上就 把你家密码告诉我 所以就是哥哥在做很多事的时候 特别让你感动 是 一定是他也做得很好 对 不光他呢 我弟妹 也是一个特别特别爽快的人 就是 我有一次 我爱骑摩托车 我有一次在地库里 我那车还挺沉的 倒了 你想想 我是个有身份的人 我扶不起来多 你是有扶不起来 车倒了 其实好多人 地车库嘛 好多人来来回回的 我一看来人了 我就站一边 人家也不过去看一看 人家就走了嘛 一看没人了 我就赶紧 我扶不起来 四百多公斤 我哪扶得起来 一会儿他媳妇来了 哥 咋了 我扶不起来 来我我绑你 我说哎呀 你个女同志 你不行 哎呀 你这又啥来 来来来来 我咒起来都没用我 真的呀 他跟他媳妇 谁在家里边一把手 您觉着 我觉着肯定是他媳妇 嗯 为啥要 因为他家里 他严重的不平衡啊 俩女 俩闺女 俩闺女 媳妇 这就在一个人 他干不过的 你都没时间带孩子吧 我是一个闺女奴 对 女儿奴 反正就亲闺女亲的不行 反正我看见的是 他只要在家 他就会带着他俩闺女 在院里玩啊 多大了呀 俩孩子 老大七岁 老二快四岁 那你这准备拼三胎吗 哎 拼 拼一下吧 你可以啊 一会儿呢 我们来讲讲 这个随风小时候的故事啊 来 咱们合张颖 好 来 好 来 合张颖 谢谢哥啊 辛苦了 辛苦 辛苦啊 这边这边 在你小的时候 你在村里边 是属于那个 人见人爱情的吗 还是大家没太注意你啊 刚开始是人见人爱 后来呢就是 喜欢文艺嘛 本来就干厨师 在农村干厨师 是一个很牛的工作 在农村嘛 我爸说一句话就是 什么时候厨师饿不着 对 有手艺啊 对 后来呢就喜欢这个 骆桑的出现 开始喜欢这文艺这块 各种魔法 天天跑到鸡窝里学鸡叫 或者河边学青蛙叫 就突然间就是全村父老乡亲 就觉得我有病了 脑子有点问题 嗯 神经病了 老家话就心臭了 心臭了 你哈马脚能学得像不像到时候 对 多像啊 对 挤脚 小筋儿 所以那个时候 你的父母理解你吗 我爸妈刚开始很理解 那后来呢 包括我的发小 刚开始都很理解 后来呢就时间长 谁一见我爸就说 赶紧送医院 那那那那 我要那个荣康医院 就精神病医院 嗯 赶紧送 耸的灶还有纸 耸的腕都纸不住了 对 您那时候也不上学吗 就毕业了嘛 哦 因为我当时说实话 你就像 你就像咱那聪明镜 是吧 那是 咱学习能差得了吗 就是考上高中了 然后拿着 那个录起通知书 然后就回家 回家压水井 喝水 嗯 就听我妈在 在煤球房 我爸正打煤球呢 就问我爸 孩子们的学费借够了吗 哦 我下边还有一个弟弟妹妹 一个弟一个妹 我第一次听到 就这种上学还要交学费 对 为学费发愁 当时就瞬间崩溃 之前不知道 之前没有这种概念 就不知道 我记得那一次是 人生中跑得最快的一次 一下子跑到学校 把所有书本全撕了撕 故意通知书忍了忍也撕了 回家跟我爸说 我没考上 我爸听完之后 一天叫煤渣 往地上一步跪下 就跪到煤渣 爱顿揍 哦 说让你跪在那儿 哦 后来呢就 呃 就问我的发小 我就说 干什么工作 能一个月一发工资 其实我那时候不上去 就为了让我弟弟妹妹 有学赏 能一个月一发工资 然后我的发小说 干厨师 干厨师 管吃管住 还一个月一发工资 而且还有那么多服务员 顺便还能找个对象 啊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吧 就就是 一般都是到年底 劫此账 嗯 就是干什么工作 一般都是一年 给一次钱 而且还不给完 就那种 那就 就干厨师 干了四年吧 四年就是喜欢文艺 所以就开始 你在干厨师的时候 是 呃 什么工种啊 就是 呃 切菜工 呃 配菜和凉菜 嗯 配热菜 就我是玩刀的 也就是说 你其实不太会炒 那不是我的工作 就大厨不在了 呃 又来了散客 我上去炒一炒 嗯 我的专业是 调凉菜和配热菜 那你那个时候 郁闷吗 郁闷啊 那剁肉馅的时候 哒哒哒哒哒哒哒 剁肉馅 我就开始 开始被绕口令 然后 高压锅 高压锅 放气的时候 我就开始唱 嗯 因为你要没 没噪音的时候 你不唱 你要唱的话 别人说 你神经病 嗯 噪音挺大的时候 然后就唱 就自己练 练自己喜欢的东西 后来我不行 为了自己的梦想 我说不行 我得试一把 试试 就去回家 把自己锁在屋里 天天听磁带 各种落丧的 谁谁的 各种磁带 然后一大早 因为我们家离河边 离我们落河 只有50米远 啊 先去河边去学 后来呢 全村人说神经病了 不敢在我们村边 去跑到人家村 嗯 人家村河边 完了就后来 爸妈也 也受不了了 就说的人太多了 就说你不行 你一边 就一边工作 一边干个什么活儿 一边你 也起码能养自己啊 嗯 后来就装沙子嘛 我们河边有抽沙场 装沙子 装一车两块 装一拖拉机两块 两块钱 十个人装 但现金啊 装一车 赢两毛钱 一天能挣个六七块 就那么坚持半年 最经典的 其实到现在 都是个笑话 太逗了 晚上十点多 我表弟 我表弟我们一块 去装沙子 叫我哥 来了个大车 就是大 大汽车 那车装一车 是十块钱 哇 不 二十块钱 一人分十块钱 嗯 就是特别大 前四后八那种 完了就我们俩干了 干了四个小时 我们俩四个小时 不装好了 往上扔一扔 然后上去再平一平 再再下来扔 就是扔了四五个小时吧 四个多小时 干完了 装了一车 一人分了十块钱 哎呀 一看凌晨两点了 两点多了 太饿了 这是怎么办啊 我表弟有点哥 太饿了 咱去吃点东西吧 我说走 就到我们村口 有个小饭店 因为我们那个 有小厂子嘛 它通宵的差不多 就一人要了一盘饺子 我说咱这么累 这累死了 不能亏待自己 吃点吃点 吃点好的 然后一人要一盘饺子 要个凉菜 一人要一瓶啤酒 吃完 一结账 多少钱 二十 白干了一晚上 对 白干一晚上 哎呀 还增肥 但是呢 也很快乐那样的时光 所以今天我就明白 随风为什么想回到家乡 他其实对当时 他那种少年时代 那种冲动 那种状态 对 然后那个时候 在你村里边 你是不是就算叛逆 算叛逆 跟所有的孩子都不一样吗 嗯 当时你说 我们家事实在在都是农民 突然一个学狗叫的 学鸡叫的 那那不正常 所以最初最后 你在那个第一次 在那开心一板那个大赛上 拿到第一名的时候 你爸会不会激动蒙圈了呀 那时候那个主持人 我记得很清楚 小庄姐啊 还有小光哥 两个主持人 嗯 就上台就问我 就说你是第一次上台吗 我说第一次上台 你第一次上台就不紧张 而且拿了个第一名 我当时说 我说我的愿望太大了 你什么愿望 我就太想证明 我给我们全村人看了 我不是神经病 那时候 最经典是啊 那个碟子 那时候不是伴奏吗 说你写个 你唱的歌 写个哪一首哪一首 那时候不会说普通话 河南说这个碟啊 钢碟啊 叫碑 嗯 然后我就去 我说 我说老师你好 你这儿有碑没有 对 碑 我拿了个一次性的 你用一次性的嘛 我们都是自己的碑 我说不是喝水的碑 是写字的碑 就完全人都听不懂 有些南方人又是 对 对 第一次获得第一名 金像奖 第一名 第一名回来呢 就是全村所有认识我的人 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嗯 回来都跑我们家 我们家院子里全站满 那会儿电视播 就全村都能看见 对 因为那时候开心一百年了 全国收入率还特别高呢 当然 当然 尤其是河南 收入率特别高 完了 全 我记得我一到家 我们院全都认识人 哎呀 这人才呀 一定得培养啊 对 但村除了个 对 所以其实有了这样的经历 对你来说是多么宝贵的残忽 当然 当然 因为如果没有那个时候 你今天就容易飘 是 有了那个时候 你就不会飘 不会 而我们今天下面一位嘉宾 就特别怕你飘 来吧 这里啊 喂 哎 那个你好 哎 你好 你好 啊 那个你跟他说几句吧 这个就是他今天正好 我们采访的啊 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 谢谢谢谢 老公 听口音 诶 听口音 还是老乡了呀 哎 哎 哎是是 是曹老师吗 我我我不是老师 我是打头 打头好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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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你的声音已经保障了你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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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我就看出来了 你这演小品全国第一 你这你你这装装粉丝全国第七 哈哈哈 陈坎老师是吧 哥呀 你好啊你好随风 你谈上事了 你谈上事了 哎我那个不好意思啊 我在我在内蒙 所以我来不了现场 本来是要到现场给你一个惊喜 那个随风啊是个 特别好的演员 曹随风 曹老师这个相声说的好 不光相声说的好呢 现在这个在影视剧上啊 这个表演的特别出色 大家可以回头关注一下 他这个电影 完了呢 另外随风人也特别好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随风作为一个河南人 完了到处都给河南人争光 我呢虽然不是河南人 但是我在河南当兵 当了三点 应该说 河南这块土地也养育了我 所以呢 我觉得河南出了这么一个 特别好的演员 叫曹随风 哎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他 好嘞 好嘞 谢谢孙老师啊 谢谢谢谢 不客气 好 好嘞 好那接下来五个问题 男的女的 第二个问题 是战友吗 亲如兄弟 第三个问题 你戴眼镜吗 哎 谁戴眼镜啊 你实话实说啊 您戴眼镜吗 有时候戴眼镜 我说不戴眼镜 嫂子厉害吗 你怎么知道是嫂子 可没准可是弟妹哎 真的啊 可厉害 可厉害 音乐和小品 你喜欢哪个 哎呦你想的是谁呀 喜欢音乐小品 来吧 你认为是谁 涛哥 孙涛是吧 来 二号房间中 到底是不是 演员孙涛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帮我打开 二号房间 你看 谁来了 拿错了 哎呀 哎呀 掌声我请王团长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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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太明想到了 著名编剧王红 惊喜助阵 令大来宾曹隋锋 欣喜不已 回首当年 当自己还是一名 无名之辈时 与王红的相识 改变了人生轨迹 这背后 究竟有着 怎样感人的故事呢 王红老师呢 总政话题团 原来的团长 你原来在总政 待过吗 没有 我们 我那时候 在济南军区工作 那时候 我们俩 一段姻缘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您快给我们讲讲 这个 当时呢 是我也是刚当兵 我特招入伍的嘛 刚到济南军区 当时正赶上 全军搞一个 业余文艺会演 文艺会演呢 我们就负责 去 这个下部队 去发现人才 发现作品 然后去组一个团队 去参加这个会演 就当时呢 这个我就接受这个任务 我就去五十四军了 当时我们也有很多的剧本 也有很多的演员 当时那个各个师 军他都有演出队 演出队的演员力量 也非常强 当时我们就试嘛 一个的试 就把剧本给他 然后他去念一段剧本 我们看看他适合不适合 这个角色 能不能给军区带来荣誉 当时就一个的试一个的试 我印象很深的是 这个曹随风呢 个不高 特别瘦 结果一个试完 我说实话 我都不是太满意 都不是太满意 我就看他了 他两三个小时了 在那儿也不说话 就一直在那儿看 我说你让那个小战士 让他试试 我就把那个 改变命运啊 这真是 我就把剧本给他了 结果这个曹随风 我发现 他是给点阳光就灿烂 他在那儿 黑影里坐着的时候 那时候应该说 是没有阳光的 他就是在那儿看 结果实际上 他在看的过程中 他把那个剧情啊 甚至台词啊 他都已经记住了 其实我给他剧本 白给 结果他上去 他就不是说 像我说的 你念两句剧本 看看基本的水平嘛 演了一遍 结果他就开始演 这一演我就回来 我就给我们那个 所有导演组的那些战友们说 我说不用选了 曹随风救他了 天哪 后来我们就选了他 他就参加了我们那个 小品的表演 然后就获得了 全军的一等奖 这是我第一次和他 那个时候你是战士吗 那是我战士 是文艺兵吗 当兵第二年 然后那时候上不了台呢 天天就拉大幕啊 搬刀具啊 就我是跟着我的老队长 林海军队长 去军文工团学习 他去学习 带着我一块去学习 然后我们就在下边看 王红老师那 在我们部队那是 大艺术家 大编剧 就王老师一句话 改变了我在部队的命运 都说一遍了 就我的一个角落 因为我们是基层上 基层过来学习的 坐旁边拿着笔记本 看记一记 那个小战士 怎么不上去弄一下 你上去试试 你当时害怕吗 害怕吗 念完之后还让我 你还会别的吗 我把我的才艺啥的展示一遍 哎呀 真的呀 对 他现在说害怕 实际上他当时 我真的王红老师 我没看出他害怕了 他上去以后 就说就是 人来方 你给我舞台了 对不起 那就是我的了 很自信 然后回去之后 这个小品后来演 但回去之后我就上台了 就让我上台演 天哪 演小品说像 相当于给了你个机会 对 如果没有这个机会 你可能当几年兵 也许也没有机会 所以说我对王红老师 感恩一辈子 这一辈子的恩人和贵人 我就说这个是人才 是捂不住的 对 金子在哪里都要发过 他就是囊中之锥 他早晚得扎出来 对 只不过是我很荣幸的时候 是在我设的那个布袋里 他给钻出来了 而且从那开始呢 他是一发不可收 文年老师 其实我在锦南军区工作的时间不长 然后我就调到北京来了 调到北京来以后 实际上我和隋风 我们俩接触的就少了 更多的是 我看他一次次的获奖 一次次在各种卫视上 去看他的小品的演出 我看了他很多 我应该说 我觉得他每一个台阶 我都看得清清楚楚 慢慢的呢 人家这个曹锐峰 就不是说囊中之锥了 人家已经拔地冲偏了 没有 这个好长时间就没见 后来呢就是 你看我当兵的时候 认识曹锐峰 但是我们俩接触更多的 是我退休以后 退休以后呢 就是我就住到 我女儿买的一个房子 在那个门头沟的一个小区里 我就到那儿去住了 一个偶然的一个 邻居的一个聚会 我又看见了曹锐峰 真的我都没认出他来 他说王老师 你还你怎么不记得 我说我真的没认出来 他就打开手机 给我看了一张照片 那个照片呢就是当年 那时候我也守 他也守 就是我们俩拍的一个照片 哎呀我看完以后 我眼泪就出来了 就说从这个 我住到这个门头沟这个小区里以后 我和他的联系就更多了 我有一个好战友 还有一个好邻居在这儿 我就住得特别踏实 就是我理解的这个隋风啊 他的真的 他的表演艺术 应该说 要说句玩笑的话 和他的这个脑袋一样的渊柔 真的 他的这一口的河南话 就能代表了他的功夫的水平的这种扎实 他是一个什么人呢 我就我感觉我们俩 接触的多了 聊的就多了 在一圈喝喝酒啊 聚聚会啊 基本上说不了三句话 一定能聊到业务 就是他没太有那种废话的人 有的时候就聊聊 我说我就给随风 我随风咱聊点别的吧 我说我干了一辈子这事了 咱也聊点风花雪月 聊点家长里短 可以啊 就聊 聊着聊着准 又聊到这个地方去 所以说他是 在这方面 他真的是一根筋的 我觉得他的成功 是有道理的 对 这个道理就是 他生活在艺术中间 他时时刻刻 他脑子响的 嘴上说的都是这事 所以说我认为 他肯定能成功 我也有点小自豪感 我自己也偷着乐 哎呀 当时我没看错人 是啊 对 我就特高兴 再就是我觉得 这个随风那个人 可能别人说的 看的他都是 他台上光鲜的一面 他台上 当然他演的角色 别管是一个送水的 别管是一个农民工 别管是一个快递员 他的表演都很阳光 很质朴 没有过多的 这种表演的痕迹 实际上我认为 这个谁 随风呢 他在生活中 他也是这么个人 古道热茶 这小孩心可好了 善良的要命 举个例子 就是河南发大水 问候一下 他河南人吗 我说这个家还在河南 我就想他打个电话 河南发大水了 家里边平安吗 结果他一回电话 他在河南呢 他带着自己的团队 带着矿泉水 带着方便面 他到那救灾去了 我说就他和家乡的这种情感 就让我想到了 他为什么 别管演什么 都是一口河南话 都是一口中周韵 我觉得他对家乡的这种情感 和河南人骨子里的这种善良 这种热情 他是打通了的 这是打通了 所以说他演的人物 我就信 我就接受 还反映在他对父母的孝敬 就说我说话 我就说说过多的形容词没有意义 就咱讲 因为咱这个你看谁来了 我经常看的 这个栏目这么长时间了 是个很长寿的栏目 早晚得让你俩办成百年老店 所以说我老看 就是我觉得你们这个栏目 能够吸引人的还是故事 还是这些明星光鲜背后的故事 我就讲隋风的故事 隋风过去在我们那个小区里 他是在这个楼上 他有一套房子 但后来呢 这个父母年纪大了 他就想把父母接来 他想把父母接来 他就把那个房子卖了 他又在一楼买了一个房子 我就说你那个房子 挺好的 你干嘛在一楼又买一个房子 多折腾 刚装修完 隋风就给我说 他说我父母闲不住 他愿意在家里 弄点地 种点菜 就一楼有一个小院 他说我就是为那个小院 又多花了很多钱 把那个房子卖了 折腾成这个院 我为什么 我想能把我的父母留住 我怕他在这住上两天 他又想家了 他又想走 给他点事干 有着很小的一片 他种点菜 种点花 他有点事干 你看 我觉得 那么宽阔的一个人 心细的 真的 就是让人感动 他很有意思 我们在一起 这个 这两年接触的太多了 就发生了很多 这种小故事 他模仿立强 这个文年老师 王方老师 你都知道 模仿起家 但是到现在 他的模仿能力 还是了得的 对 有一次 他楼下有个邻居 一楼有个邻居 我们俩晚上就在一起喝酒 喝酒聊天嘛 男同志声音都大 再喝点酒 我就给那个邻居说呀 我说咱俩小声点 都不认识 刚搬来 人家上面 都快十点了 万一人家说咱扰民 我说不好 我刚说完 墙外边有个人 就急了 就有点要开骂的伙食 就是你们太不自觉了 怎么这么晚了 你还在这喝酒 还在扰民 我那个 就是他楼下那个朋友呢 脾气也有点暴 他说怎么了 我们正说这事 我们空着才不到十点 他在外边挤 那个人在里边挤 说着那个人就要往外冲 我一下就把那个 哥们给抱住 你千万别 你这打起来 他说不行 我必须给他讨个说法 那边也说 我必须给你讨个说法 我觉得坏了 结果进来的是曹随风 拿两瓶酒 因为我说曹随风和我在一起 他说的也是河南话 因为我也是半个河南人 没听出来 没 就一点都没听出来 他用 他用那个北京话 带着那种 那种北京的 京腔京韵 哎呀 而且他俩吵了得五六分钟 我愣不知道曹随风 把我气的呀 那时候我那还没平复呢 我的心还蹦蹦跳的 要打起来了 还有那个邻居呢 对呀 那个邻居是不是也笑了 不笑了 哎呦 那个邻居不是笑了 那个邻居就看着他就 大概有两三分钟没说话 因为他不知道 他俩天天见面 他俩邻居 他俩走一个楼洞的门 他竟然跟他吵了半天 不知道是谁 我捏了个嗓子跟他说了 那真的绝了 真的绝了 笑死了 后来成了你们之间 那个段子了吧 对 生活中的小品 我跟邻居哥跟孙涛哥都是冲着王老师 我们战友才买了一个小区的嘛 所以其实这人生啊 有很多命运的转折 随风啊 这个平常就感觉七个不夫妻 八个不在乎 尤其是到舞台上 其实他有短板 他最怕冯宫老师 没有 我和冯宫 我们也是好朋友 和他师傅 我们也是好朋友 他见了冯宫老师 我说就像浩子见了猫一样 大气不敢喘 大话不敢说 但是呢 他俩我觉得 不能这么说 浩子见了猫有点过了 小浩子见了猫一样 小浩子见了大猫 但是呢真正说在一起 别管是拍视频啊 别管是这个杀粮作品排练啊 他也是很能很敢说的 他也是这个地方 我就是这样演 那个时候那样演 那冯宫老师 他也是从善如流 所以他俩 这师徒俩也是天作之和 这个冯宫老师 也应该说是他的大贵人 没错 对 他们俩段子拍得都非常好 恩师 跟父亲一样 来吧 咱们何章颖 谢谢王老师 来来来 来何章颖 太好了 哎呀 怎么样今天心情啊 心情 哎呀 刚才王团来 我真的没想到 那种尊重 我是发自内心的啊 所以呢 今天第三位 来吧 问哪个问题 先问男的女的 对 男的女的 来 三号房间中啊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帮我打开三号房间 你看谁来了 打 过 了 别好 一百百加西本 一个是他是主嘉宾 再一个对不对 咱俩就算不关系 今天这么一个特殊的日子 我不带个花来 也不合适 也说不过去 是不是 来 王老师送给您的 哎呀 哎呀 没有没有 原来呀 给大头 给大头 演员宋明 与大来宾曹隋峰 同为冯巩先生徒弟 互相十分了解 今日 宋明惊喜助阵 将爆料哪些合作趣事呢 日常生活中 现在大家都在 等时平时 看你们俩拍下段子 就你选人的时候 你想过没有这个问题 我哪有选人的资格 你找个这么好看的人 谁信呢 是我姐选了我 哎 哦 我们是双向奔赴 对 06年了 到我师父身边 我就认识了宁姐 你怎么认识师父的 就师父怎么收的你啊 这就说到师父 就提到我的好哥哥 王童哥 王童 童哥 他把我带到师父身边 他的评论区 也都在骂他 送你你瞎呀 嫁给他了 这样的话 后来就热门了 那个视频 后来呢 然后宁姐说 要不咱俩拍个系列吧 嗯 我们就行啊 我们就拍系列 拍系列 最后反应还挺好 大头 我觉得他有一个特别好 身上有个特别好的特质 除了对冯老师 这件事情的感恩 以外 我觉得他是一个 非常有想法的人 就包括 我们两个在一起合作 要做夫妻这一个路子 往下走 都是大头的想法 对 他有导演天赋的 对 他很有那种思路 对 你知道 因为宁姐的老公姓范 叫范宇 嗯 最早见我 我们俩没拍段之前 最早见我 一见到先抱 就跟我跟王道一样 啊兄弟 啊呀兄弟 好久不见了 咱俩得吃个饭 喝两杯啊 后来呢 因为我们拍段子 他老公要打光 嗯 演夫妻 你肯定有 避免不了 有些亲密的动作 好 后来再不用抱了 对 见我再不打招 拿灯 打灯也是 哈哈哈哈 沐宁他老妈特可爱 你见过吗 我见过 我妈我爸 我们四个拍过一个段子 拍过 对 然后所有人就通过 那个段子彻底断定 她就是我们家的女婿 对 彻底是我老公 连妈爸都见了 对 就那个段子特地奠定了 你是我们家人的一个基础 但是我觉得很好 是现在很多观众 已经很认可 我们两个是夫妻档的 这样一个关系 对 甚至有很多人 真的误会 她就是我老公 而且很多人进来 我的直播间会说 哎 这是我们河南的媳妇 来 说两句河南话 对 很多人就觉得 我们两个没有任何违和感 就完全在一起的话很搭 你会说河南话吗 你这是能杀人 在你的印象中 大头跟他太太关系怎么样 天哪 就是我原来觉得大头 就是事业和家庭 是没有办法兼顾的 但是在他身上是一个个例 他是事业和家庭兼顾的 特别好的一个人 文静 他老婆 极其的贤惠 就是他在外面的工作 不管多忙 多辛苦 回家永远有热壶饭 你几点回来 我几点给你做好 他给我讲过一个文静的事情 到现在为止 我依然觉得 一般的老婆可能都做不到 他说 我在外面工作 本来就很辛苦 有些时候回家也得喝两杯 应酬一下 回家可能就没有那么 及时的洗澡 更换衣服 但是文静 每天说都会 把他要换洗的衣服 放在床头 不管你几点回来 也许我陪孩子睡了 但是你回来的时候 永远把你应该换洗的衣服 给你放在床头 说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 其实你现在 应该是人生的高光时刻了 俩闺女 老婆这么好 大家很尊重 然后又自己喜欢干的事 所以我觉得做演员 是很幸福的事 我觉得宋宁也好 大头也好 他们都 都很幸运 你想想啊 这么多演员 尤其像大头 就是在农村里长大的一个孩子 还做了那么多年厨师 最终呢 因为梦想 然后走上这么大的舞台 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这个我确实觉得 他的这种出现 这种成长 是给很多 我们这些正在奋斗中 迷茫的孩子们一束光 告诉大家 只要你有梦想 只要你执着的前行 只要你努力 都可以呢 拥有 大头来呢 我也特别开心啊 谁不帅 家乡好 首发的时候 我这么说啊 首发的时候 如果缺主持人 王伟念老师 首当其冲 他说重量不够 我也可以去 好吧 然后呢 真的是 咱们别的不说 为家乡做事 我觉得所有人都应该支持 好吗 来吧 何章颖 来 天津卫视大型感恩 互动谈话节目 你看谁来了 这演个现场 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 下周同时时间 再见 再见 相声作品 妙语莲珠 最重要的我准备纹身 你还纹身 是的 你咋能纹人了 我跟你说啊 我准备在我这个脑门上 纹上三行一室 那不成老虎了吗 那不是正好吗 北京发现东北虎了 听者笑声不断 沉浸其中 他就是相声演员 傅强 今日 他以大来宾身份 做客你看谁来了 将会有哪几位重磅嘉宾 为他而来呢 甭管是豆根的 捧根的名家 都给他捧 你这个老同志 就要帮帮新同志 要带带新同志 开始认识之后 就对我关爱有加 更多精彩内容 近在